各位朋友大家好,刚刚说到美国大选 结果中共又准备武统台湾 这个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前面说美国大选是检验KFK的试金石 现在这个试金石我们现在知道了 那下一个重要的预言事件就是台海重大事件 而台海重大事件现在又出现新的变故了 似乎中共正在准备最坏的打算 所谓的最坏打算什么意思呢 之前有传言说如果说拜登赢了这个选举的话 中共很有可能以继续这种渗透的方式 而拜登也有可能出卖台湾 这样的话换取中共继续合作 这可能是中共想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如意算盘 但是这个算盘恐怕很难再打响了 所以他们的这个最坏的打算呢 就是要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 这个恐怕也是在这个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呢 中共想做的一件事 那他这种武力统一 可能很多朋友说啊 这种武力统一这个 怎么靠不靠谱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KFK的预言当中 其实已经提到了 而且呢这个时间线其实非常非常的近 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呢 我们目前认为有可能是在2022年左右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在啊明年出生呢 出现呢 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线都压缩了啊 都压缩了 所以很难去预计具体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恐怕这是一些非常明显的信号 你看啊 就是最近不是中共开了一个两会吗 就是对吧 这个两会呢 这个这个不是两会哦 是什么啊 什么叫十一中十四中全会啊 什么什么反正总而言之 他每年要开一次的这个会议啊 那我们来看看两会是在三月份啊 这个应该是什么十四中 还是五中全会啊 这个全会开完了 那么传达一下这个会议精神啊 这是有人透露出来的 闭关锁国 计划经济 电子粮票 外汇管制 物价飞帐 公司合营 大打土豪 数字监狱 运动斗争 上山下销 发展中医 消灭老龄化人口 准备战争 我们前面的这些啊 这个呢 我们就以后再再聊一聊啊 这个这个要看他的这个信号 对吧 但是呢 最后一个这个准备战争啊 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他这个中共 他觉得他这个统治出现问题的话 他有可能把这个矛盾外移 就是通过这个战争的形式 而最好的一个对象呢 就是台湾 而且这个名义上也非常的这个合理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啊 就是所谓的统一 对吧 第二个呢 又发动了战争 而且呢 如果他们打下台湾的话 这个对老百姓打鸡血是非常有用的 但实际上最惨的还是两岸的老百姓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非常纳手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们准备战争 我们之前说 有可能在美国大选期间 但是呢 可能中共的是想赌一把 看这个大选是不是拜登能赢 结果呢 这个让他们失望了 那下一个呢 他们就是要真的要准备战争了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一个叫黄日涵的副教授啊 相信这个这个这个来源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 这是在福州的火车站拍的一张照片 你看到没有 这个火车站拍的照片都是什么呀 都是坦克 为什么把坦克一送到福州那边去啊 大家都知道福福建那个是沿海城市啊 对吧 你说把坦克放在那里 什么意思啊 福建离台湾最近了 那是不是说这些坦克就是为这个啊 登陆台湾做准备啊 据说这些坦克啊 可能有一些这个尊士迷 可能一看就知道 这些坦克是属于两栖坦克 两栖坦克也就是说 他在水里面也可以跑一段时间啊 当然有有人戏称说 哦 这个坦克是不是准备直接从福建开到台湾 好像开不到啊 说这个坦克最多能够开60多公里啊 这个台湾海峡呢 是130多公里啊 这个开到一半 恐怕就沉下去了啊 这是一个给中共的一个 打搞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相信他们这么准备的话 肯定不是这样开过去啊 估计是先开到这个啊 尊舰上面为登陆台湾啊 做准备 那如果说他有这个打算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准备都准备齐了 实际上呢 他一旦等到这个啊 美国这边有什么新的动作的话 他可能会借助某一个空隙时间 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所以台湾一定要小心 而按照KVK预言的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现在来看越来越近了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发生 但是呢 这个事件很有可能不可避免 那么唯一可能会避免这个事情的就是中共的倒台 比这个台海重大事件这个时间线更前面去啊 就是如果说啊 未来人预言的一些这个后面的事件 他的这个时间线给打乱了 有些事件如果提前发生的话 也许真的能够改变这个悲惨的未来 当然这个所谓的悲惨未来 主要是针对两岸的老百姓来说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这个真的是对两岸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而且其实KVK他在他的这个问答当中也提到了 说两岸的老百姓正在思考 为什么这个我们同是华人 而要拼得个离死我活 其实大家并不想这样去做 而是被这个中共给捆绑在一起 裹挟在一起 结果呢不得不为 而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 因为中共一旦说他认为他自己占有什么武力上的优势 对吧 他如果说要继续霸凌台湾的话 台湾能够做的事情呢 就只能是做好万传的准备 因为对于中共这个流氓 唯一他们知道的手段呢 或者说唯一能够对抗他们的手段 就是暴打他们一顿啊 这个可能是唯一的 你跟他们讲道理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这个流氓他是不会讲道理 他唯一怕的就是比他更强壮的人啊 或者说能够暴揍他一顿啊 就对中共来说确实这样 因为因为你看看中共国内对吧 在在国内对待一些这个这个这个上访啊 或者什么的老百姓的时候 你看他们一向都是以暴力去对待 只有那些那个以暴制暴的啊 他们才知道害怕 所以总的来说呢 中共他的这个流氓本性决定了他能够听得懂什么话 他听不懂人话啊 他只听得懂传统 所以台湾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 所以最近台湾呢 在美国这边呢 呃有很多很多的追购 这个路线呢是对的 而且呢一定要呃全方位的 不仅仅说是要做一些战略防御啊 有一时候可能也要做一些战略进攻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中共在福建啊 这边布置的这样的一些准备 对吧 如果能够直接把它给摧毁啊 在战争发生 如果发生啊 那这个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我们真的不希望战争发生 但是如果战争发生 台湾老百姓 台湾的政府 台湾人民绝对不会害怕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